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带来香港经典恐怖电影 三更,本片由回忆,轮回,回家三个小故事组成 话不多说直接开始,男人深夜睁开眼睛 却发现网偶的头在动 然而这诡异的荧幕男人已经习以为常 他不知道这是第几次自己昏睡在沙发上了 几天前,他的妻子离奇失踪 没有妻子的日子里,男人总会在深夜被噩梦惊醒 梦中的妻子总会鲜血淋漓地坐在他身边沉默不语 医生告诉男人,现在的他已经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 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但是男人却十分担忧失踪的妻子 甚至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了车祸 他都会错认为受害人是妻子 而另一边,一个女人从马路上苏醒过来 他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十分陌生 甚至想不起自己到底是谁 他翻遍全身,却只有一张干洗垫的收据 无奈之下,他只能来到一处电话亭 根据收据上的电话号码打去了电话 但是却提示电话无法接通 之后他又根据区号信息找到了电话的确切地址 而当他坐上出租车的时候 却发现司机有些怪异 他想催促司机赶紧开车 但是司机却一动不动 心生恐惧的女人想要下车 却发现车门已经被牢牢锁死 此时司机突然猛踩油门发动汽车 最终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停了下来 女人趁机赶紧逃下车 惊慌失措的女人来到一处废弃的加油站 走进卫生间,刚想清理身上的污垢 却突然发现自己的手臂上竟长满了事半 恍惚间,女人的记忆开始在脑海重现 在破旧的天台上 一个模糊男人的身影浮现 而地上躺着的还有一个血肉模糊的尸体 他不知道男人是谁 也不知道那具尸体到底是不是自己 另一边,男人为了全力寻找妻子 将女儿暂时拖给姐姐照顾 如今的他即使躺在沙发上也依旧不能入睡 此时他好像想到了什么 随后便离开房间 来到地下车库 打开后备箱 发现皮包还在 他把皮包带在身边 随后便走进电梯 随着皮包内的鲜血溢出 所有的真相即将互之溢出 男人因为争吵亲手杀死了妻子 竟然将妻子的尸体装进了皮包 为了逃避现实 男人不知是真的失忆还是精神分裂 白天他迫切地想要寻找妻子 而到了晚上 却在梦中梦见了鲜血淋漓的女人 最终女人也回想起了一切 在某一天的晚上 夫妻二人因为琐事发生争吵 男人残忍地杀害了妻子 并且将女人的尸体带到了破旧的天台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女人看着深爱的男人气球她放过自己 但是回应她的却是一颗冰冷的石头 第二天 男人再次踏上了寻找妻子的旅程 只是这一次 她再也回不来了 女孩扯断了王偶的左脚 爷爷的身体好像也有感应一般 左脚瞬间传来剧痛 自此之后 爷爷的左脚彻底失去了知觉 木偶戏在泰国传承了数百年 每一个木偶师都在自己的作品中 倾注了自己的灵魂 老杜是所有木偶师中最顶尖的存在 但如今的他早已是重病缠身命不久矣 在将死之际 老杜立下毒室 他所有的木偶倾注了自己毕生的心血 在他死后 木偶也要随他而去 如果有人胆敢违背他的誓言 将会诅咒缠身遭受天谴刑罚 老杜死后 一直基于老杜木偶的老王在老杜的家里找到了木偶 并且拿到河边清洗 突然 木偶仿佛拥有魔力一般将老王拖入水中 危急时刻 老王的徒弟大壮出现 将老王救了上来 大壮甚至劝老王不要打老杜木偶的主意 因为这些木偶被老杜的诅咒缠身 一旦据为己有 很有可能遭受天谴刑罚 老王表面上答应 但在大壮走后还是偷偷捡起了木偶 不久之后 老王的妻子突发失心疯 开始胡言乱语行为诡异 甚至在午夜时分将自己打扮成了木偶的模样悬良自己 妻子的离奇死亡 老王不得不怀疑这是老杜的诅咒 于是老王举办了一场驱魔仪式 表明这些木偶重获新生和老杜没有丝毫关系 而在不久后 老杜的鬼魂找到老王 他怒斥老王剽窃了自己一生的心血 心虚的老王不断挥舞着手中的长刀 最终却意外打翻了竹台 瞬间大火弥漫了整个房间 而老王也葬身在火海 为自己的贪念付出了生命 但诅咒却没有因此而消失 就在老王死后不久 徒弟大壮和老王的儿媳妇开始眉目传情 最终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完成了健身运动 却无意间被小王撞破 白剪了一顶绿帽子的小王怒火中烧 在木偶冤魂的指使之下解决掉了这对亡命鸳鸯 随后他带着五岁的女儿乘船逃离 却无意间发现女儿正抱着那个诡异的木偶 随后竟跳入河中 为了救女儿 小王也随即跳了下来 最终小王被海水冲到岸边 却发现女儿竟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在木偶的指使之下 女儿残忍地将小王杀害了 画面一转 老王再次被大壮从水中救起 之前发生的一切仿佛是一场真实的梦境 木偶给了老王一次轮回的机会 只是这一次老王的选择似乎没有一丝改变 电影名为轮回 但却似乎并不是在说人死后灵魂的往生轮回 而是说人为了自己的贪欲 不断地重复同样的一种错误 眼前的女人已经死了三年了 但她的皮肤依旧富有弹性 甚至就连指甲和毛发都在正常地生长 而这一切都来自于眼前的这个男人 对女人的细心呵护 家里有两个巨大的药缸 男人每天都要给死去的女人泡走 因为她坚信 只要在她特制的中药泡满三年 那么女友就一定会醒过来 男人名叫余辉 她所在的小区此时濒临拆迁 所有的住户都搬离了大楼 唯独警察阿伟和自己的儿子 住进了这栋摇摇欲坠的居民楼 刚刚进入小区 儿子小伟就看到天台上 有一个红衣女孩在冲自己招手 在走廊上 小女孩跟在余辉的身后 看来这是她的女儿 因为自己要值夜班 阿伟叮嘱儿子不要乱跑 但是儿子却表示自己独自在家 感觉有些害怕 阿伟问儿子害怕什么 小伟说有一个红衣女孩 在冲着自己笑 阿伟不以为然 只感觉是儿子刚到新环境 有些不适应而已 空旷的大楼中 小伟只能通过大声喊叫 给自己一点勇气 不久后 她再次见到了那个红衣女孩 女孩邀请她来到一家照相馆 不久后阿伟下班回到家 找不到儿子的身影 于是她来到这栋大楼 唯一的住户于晖的家中 询问自己的儿子 是不是在和她的女儿在一起 但是于晖却说 自己根本就没有女儿 随即便关上了房门 阿伟有些震惊 她明明听自己的儿子 说过有一个红衣女孩 住在于晖的家里 因为担心儿子的安危 她趁着于晖下楼之际 缓缓潜入房间 而眼前的一幕让她大为震惊 一个女人被泡在了浴缸里 显然已经停止了呼吸 但还没有等她反应过来 身后的于晖面无表情地 激晕了阿伟 等到阿伟醒来时 自己已经被牢牢地控制住 不远处 于晖正在给自己的妻子 涂纸加油 阿伟告诉于晖 她的妻子已经死了 而于晖却说妻子没有死 她只是陷入了沉睡 三年前 妻子查出了患有肝癌 为了拯救妻子 她决定利用中医药理 清除妻子身体中的癌细胞 在阿伟眼中于晖就是一个神经病 但她还不敢激怒于晖 因为她还要找到自己的儿子 阿伟询问于晖这个方法管用吗 于晖回答 六年前妻子就是用这个方法救活了自己 现在距离三年的期限只有三天了 在这段时间里 于晖甚至用中医治好了阿伟的哮喘 阿伟明白于晖并不是坏人 她只是太过于爱她的妻子了 三天的期限很快就到 于晖紧紧地盯着眼前的妻子 希望妻子能从昏睡中醒来 而此时 一个警察却敲响了房门 询问于晖知不知道阿伟的下落 于晖随口说到阿伟去澳门赌钱了 警察得知之后便默默离开 回到房间之后 阿伟告诉于晖同事知道自己从不赌钱的 不久之后警方将于晖抓获 看到警察将妻子带走 于晖压抑的情绪彻底爆发 她冲下警车不顾一切地冲向妻子 根据法医的检测 于晖的妻子已经死亡了三年 但她的皮肤依旧富有弹性 甚至就连指甲和头发都在正常生长 听到这里 阿伟产生了怀疑 难道于晖说的都是真的吗 阿伟找到当时于晖的主治医生 医生告诉她 六年前于晖被确诊出患有肝癌 却在一次化疗之后神秘消失 而就在三年前 她的妻子同样检查出了患有肝癌 但是于晖的肝癌却神奇地消失了 心有疑惑的阿伟再次来到于晖家中 却意外发现了所有的真相 原来在六年前 妻子用同样的方法救活了于晖 而不幸的是妻子也身患肝癌 甚至不得已打掉了肚子里的孩子 于晖则用同样的方法照顾了妻子三年 却因为阿伟的闯入导致了悲剧 而电影中红衣小女孩所在的照相馆 则是身处阴阳两界 专门替鬼魂拍照的地方 最终小女孩等来了自己的父母 和小伟挥手告别 而小伟也再次回到了熟悉的世界 好了我是大嘴 今天的电影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订阅评论转发收藏 咱们下个电影再见